各位大家好 今天就開始Subskill班第七課 就是講方程和單位 為什麼Subskill班會有方程和單位呢? 因為雖然我們是考生物科 但我們都需要一些簡單的數學運算 以及當中大家要懂得看單位 因為有時候懂得看單位 其實可以幫助你掌握數據的資料 以及幫助你分析 例如有時候都說過 應變項independent variables 其實是一些量度的方法 有時候都是以定量的形式 去做應變項 就會有一個單位 所以你要看清楚單位裏面 表達的訊息給你 你就可以幫助你去理解這個題目 而你就會問 為什麼我們需要一些算式 或者需要認識一些單位呢? 原因就是 單位其實是幫助你去作同一標準去比較 令到那個independent variables 那個認變行 那個認變行 分析得客觀一點 簡單來說 就是跟一個標準去看 究竟那個認變行多了還是少了 所以這個也是其中一個 可能在FairTex中 公平測試中 大家要留意 其實那個單位的本質是怎樣的呢? 大家要知道的 至於那個認市技巧是怎樣的呢? 有時候呢 你見過的那些單位 其實你未見過的 未見過是不要緊的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你要詮釋到那個單位 然後呢 就詮釋完那個單位之後 去計算題目叫你去計算的東西 所以一定要懂得看那個單位 究竟是什麼東西 除什麼東西 你要留意的 第二件事就是 那個單位其實想表達什麼訊息給你知道 這件事反而是重要的 如果你能夠詮釋到 那個單位給你的意義的話 其實很多時候做資料分析題 以及當你作答的時候 你會有個方向在這裡 最重要是要看那個單位 第三件事就是 了解了那個單位的意義的話 其實有時候當我們讀書的時候 學科學的時候 你會覺得有些概念是會好 好了 第四點就是 記得呢 當你去計算的時候 記得去寫那個單位出來的 我還記得呢 在中學階段裏面 讀書的時候呢 曾經呢 在這個 考那麼多次測驗考試裏面 只有一次呢 有機會是拿100分的 但我還記得是 中二上學期考數學科的時候呢 就拿99分 那剩下1分呢 就是 計算完 那條文字題的時候呢 就忘記寫那個單位 就扣了分了 所以呢 這個故事呢 就教會我一件事呢 記得當你去做行這個運算的時候呢 記得最後呢 檢查自己究竟有沒有寫單位了 OK 而去到最後呢 就是 搞好那個方程 和搞好那個單位的話呢 其實呢 這個東西是有助你數據分析題的 OK 好了 但是至於 究竟怎樣去用這個認識的技巧呢 其實呢 請大家呢 密切留意回呢 其他的影片呢 其實當我去講數據分析題的時候呢 其實都會講解少少 單位啦 方程啦 又或者呢 去回以前的subskill班裏面講的 可能一些有數據分析題啊 怎樣去處理的 所以呢 其實呢 很多的subskill班的課題裡面呢 大家是要貫通的 所以呢 希望今天的分享裡面呢 讓你知道一樣東西呢 記得當你去溫書 或者做題目的時候呢 記得留意回那個單位的詮釋 還有 到底呢 究竟這些方程呢 哪些呢 是重要的 你去拿捏回 還有呢 記住一樣東西 那個單位呢 是幫助你去進行這個數據分析的 OK 所以 希望呢 大家能夠 alert 到這方面的 資訊了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了 拜拜